你最了解韓國瑜的人 因為你上次你在議會質詢 他說我一碗礦泉水 一瓶礦泉水 一碗乳酪飯 高雄發大財 你一直問他 他就 高雄發大財 高雄發大財 所以說你在紅了 你最了解韓國瑜 你覺得韓國瑜跟柯文哲的合照 會發生什麼樣化學變化 還是說讓藍白河更進一步的合起來 我覺得會發生什麼化學變化 因為確實我覺得那天韓國瑜這張照片 確實又引起了轟動 不管是哪一個陣營的人 都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進一步 透露進一步訊息的一張合照 那我就仔細的去看一下 大家所有有討論這張照片的人 下面的留言 那我看到很多人都說 唯一支持韓柯沛跟柯韓沛 變成這樣 對 變成這樣 唯有儀被邊緣化 就變成 對 只要韓國瑜一出現 他絕對都是C位 他絕對是主角 那這個不用說 所以其實我看到很多人是 期待韓國瑜的這個出現 他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這個角色可能是什麼呢 所以隔天就可以 是會是成為副主席嗎 國民黨副主席 還是朱立倫的策略嗎 還是他要來接副主席呢 還是他要在警軍立法院呢 或者是他有更多更重要的角色 那我覺得無論如何 確實不能忽視韓國瑜 因為他只要一出現 他永遠都是Center 所以他的那一群韓粉 到現在其實一直都在 包括在高雄這一群韓粉 都還是有一定的實力 所以只要韓國瑜登高一呼 他的這一群韓粉絕對就是 我們就是跟著月亮走 這個不用說 他還記得要跟著 土子跟著月亮走 太厲害了 他的名言 我相信大家都會背很多 剛剛大家都已經講很多 至於說 他接下來會造成什麼效應 我覺得其實他在想的 不只是眼前的浴缸 他要看的是未來的大海 他不是要當棋子 是要當塞子 各位 當塞子都看得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韓國瑜的角色 不只是一個說什麼 讓他掛一個副主席 那有沒有可能變為 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會不會帶動藍營支持者 出來投票 還是反而會成為 你們綠營的錘票金 因為其實韓國瑜的支持者 期待的是 他扮演更重要 有實質權利的角色 而不是只是給他掛一個 好像類似競選職位 或者是一個總指揮這樣的角色 只是為了要韓粉出來投票 沒有 他們希望的是 他接下來還有實質權利的掌握 所以我覺得 這個建制立法院是一個可能的選項 就是不管是未來要排進不分區 還是說未來他在立法院 可不可以掀起另外一波的韓流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期待的 今天想問黃捷議員 因為我們近期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他提到說 我們要將我們的憲政體制 轉換成內閣制 那朱立倫他也是覺得說 好像可以推動耶 那我想問黃捷議員說 那民進黨內部有沒有對建信 有什麼看法或者是意見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內閣制 對台灣來說 好像有點不太合適 好 這個問得好 大家都覺得很合適 他覺得不合適 那可以說 你為什麼覺得不合適嗎 我自己是比較偏向是 想要就是追求 就是法國那種 低逼的那種選擇 對 我自己是這樣想 低逼 他那個低逼是三個人選 然後選輸沒有過半數 兩個人在彼次 我覺得這個蠻公平的 那個也蠻好的 我覺得也這個蠻好的 沒有過半我就有機會啦 我想聽聽看那個 黃捷議員的想法 好 因為其實我覺得這個憲政體制 一直在台灣 其實已經吵了30多年了 那一直都沒有共識 那其實我覺得 本來就是總統制 或者是要那個制 其實都各有優缺 沒有說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只有哪一個比較適合台灣 這樣的民主制度 那有說哪一個比較民主 或哪一個比較不民主嗎 其實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回應 可以回去看一下 其實柯文哲他講的是說 他希望透過內閣制 來打破民選皇帝制 那其實深究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訴求跟他的 他的手段跟他的目的 是不一致的 就是他想要打破的這個 民選皇帝制 透過內閣制就有辦法去打破嗎 其實我是打個大大的問號 因為這個手段跟這個目的 並沒有直接的相符 也就是說他提出來的解方 跟他想要去訴諸 因為他其實一直都很 就是想不管是什麼樣的手段 或者是他拋出什麼議題 目的都是要打擊民進黨嘛 那很顯然他現在都有 比較有點像是在亂槍打鳥 他就是隨便拋一個議題 那希望掀起大家的討論 那目的就只是要說 民進黨很獨裁 那事實上是是這樣嗎 不要忘記 大家都是一票一票選出來的 柯文哲也是當初 也是大家一票一票選出來的台北市長 怎麼會現在覺得說 大家這種很直接用投票的方式 選出來的方式 就叫做獨裁呢 就叫做皇帝呢 那最常講皇帝的是誰呢 其實就是柯文哲 他很常就是說 他皇上身邊的太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從頭到尾就是比較 反而是他比較常把這樣的制度放在心中 就是一直拿著這個所謂的獨裁的體制出來 來解釋他的所有的作為 所以到底那個制比較好 還是總統制比較好 這個其實我覺得台灣都可以辯論 我覺得沒有一個哪一個是 就是比較優比較烈 那這個在還沒有實質的討論之前 我覺得還是要回歸到 到底為什麼柯文哲會把那個制當成是 打破民選皇帝制的解放這件事情 好 鄉民大水溫有自己專屬的YT頻道囉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每週晚上7點還有完整字幕版的播出 歡迎大家來看我 我們不見不散